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慎选对象 事业运分析 情绪略微暴躁 容易与人产生小摩擦 沟通讨论时尽量保持冷静才好 财运分析 有不错收入 适合藏私房钱 金牛座幸运数字 五好运时辰 PM 8 00 10点开运方位 西南方向爱情运分析 单身者容易得到一性的追捧 让你有些飘飘然 恋爱中的人感情生活浪漫甜蜜 事业运分析 心情平和 很能为身边的人着想 即使扮演小丑娱乐大众也乐此不疲 非常受欢迎 财运分析 财运太棒了 正财 偏财都有哦 是投资理财的好日子 双子座幸运数字 九好运时辰 PM 10 00 12点爱情运分析 对另一半多一些宽容与理解 爱情会很甜蜜 太过强势则会让对方吃不消忧 事业运分析 心情愉快 精力充沛 除学习工作外 可安排一些喜欢的休闲活动 轻松一番 财运分析 有意外的惊喜 例如 中奖 收红包 拿礼物等等 巨蟹座幸运数字 五好运时辰 AM 500 7点开运方位 东南方向爱情运分析 爱情运很不错 单身者怀着愉快的心情 去接近身边的异性 可提高恋爱的成功率哦 事业运分析 对 垃圾性强 有挑战性的事物感兴趣 还会有一些出人意料的创举或想法哦 财运分析 对于个人财产警惕性较高 不会让财产流失于无形中 狮子座幸运数字 六好运时辰 AM 500 6点开运方位 东北方向爱情运分析 有机会碰到成熟 有魅力的对象 深深吸引了你的目光 让你动了真心 事业运分析 喜欢表达 有不错的创建 但也容易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得罪人 应留意一下措辞 财运分析 稳定的财日 上班族没有明显的变化 对于业务洽商工作者好运的力量较强 只要积极的奔波 多与人接触 不难创造好绩效 处女做幸运数字 九好运时辰 PM 900 11点开运方位 正东方向爱情运分析 爱情运不错 单身者不妨多 注意自己的外在形象 表现亲和的一面 不难获得爱情 事业运分析 运势不错 容易有喜事降临 你脸上也因此会挂着灿烂的笑 财运分析 理财一财分散投资以降低风险 默清信人言 因为上当受骗的几率很大 天正做幸运数字 零好运时辰 PM 200 3点开运方位 西南方向 爱情运分析 感情运不错 多能心想事成 是一谈婚论价 有结婚念头的人可好好筹划一番 事业运分析 总括来说 今天的运势还不错 思想活跃 注意抓住瞬间灵感 会让你收获丰硕呢 财运分析 成功的公关可为你赢得一笔可观的收入 天蝎座幸运数字 二好运时辰 PM 10 00 11点开运方位 正北方向 爱情运分析 容易陷入悲伤的回忆中 情绪容易低落 闲暇之时不妨听音乐 与朋友聊天 心情会好些 事业运分析 很有优越感的一天 同时 朋友纷纷前来请教你 听取你的建议 让你高兴不已 财运分析 心能平静者 方能有不错的进财 射手座幸运数字 四好运时辰 AM 8 00 9点开运方位 正南方向 爱情运分析 恋情有变数时 回忆从前甜蜜的誓言与美好的时光 多用心交流 心境就会变得明朗 事业运分析 苦尽赶来的一天 幸运女神向你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要把握机会将所有难关一次解决 财运分析 财运一般 能够做到分析情势 冷静对待 摩羯做幸运数字 七好运时辰 AM 7 00 8点开运方位 东北方向 爱情运分析 内心充满了热情 希望得到另一半的关爱 但也一脸的冷漠 让对方不知所措 事业运分析 运势平顺 适合总结过去 展望未来 别急着往前冲 给自己一些冷静思考的时间 财运分析 在购物时容易买到瑕疵品 最后搞得自己心情一团糟 水平做幸运数字 九好运时辰 AM 11 00 12点爱情运分析 已婚者给感情生活来点浪漫吧 感情容易升温 单身者不乏恋爱的机缘 应好好把握 事业运分析 谋求新的改变是今天的重点 别太过于执着以往的成就 稍作改变就会看到新的希望 财运分析 或有一些偏财 可储蓄起来 以备不时之需 双鱼座幸运数字 三好运时辰 PM 5 00 6点开运方位 正东方向 爱情运分析 恋爱中的人感情进展顺利 单身者不妨打电话 陪喜欢的人聊天 会让你感到轻松愉快 事业运分析 有机会接触新事物 偶尔会让你迸发出奇异的灵感 别让好的创意溜走 好好把握才行 财运分析 变化快速的金钱游戏不太适合 所以选择股票时宜 远离投机色彩明显的股票 点击阅读原文 查看详细运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